歡迎收看 尋找台灣神社第四集 我們之前都在花蓮嘛嘉義嘛 我們今天回到都市啦 都市也有嗎 沒有我們大台北地區 錯國僅存的幾個神社了 好歹我們都在大台北去虛活十幾年 我怎麼沒有知道這裡有什麼神社 大家到大台北村土村金啦 能猜的就猜啦 國民政府來有沒有 直接先打台北地區的神社 能燒就燒啊 能推倒就推倒啊 台北是不是都剩殘疾了 大部分都殘疾 或者是就是那塊地什麼都沒了 我們看他們只要一點點留下來 就一點點就好 一點點豬絲馬雞就好 好啦今天就跟我們腳步 來打台北尋找台灣的 景春的神社 好來第一站我們來到這個 新北市的中和 我們來尋找第一個 哪裡 哪裡 這裡是新北市喔 新北市喔 我們不是又回到花蓮 沒有 沒有那它這裡就是在高樓大廈的神處 我們第一個是來到中和這個海山神社 海山神社 來這邊就是遺跡殘疾而已啦 它還有幫它立這個告示牌還不錯 還不錯耶 以前真的海山神社是蠻大的 超大你看那鳥肌超大 那下面那麼多人參拜耶 海山神社1938年就正座了 八十幾年歷史了 它幾乎都被拆光光了 以前要進來那個表判道 什麼都不見了 什麼都不見了 都不見了 最後上來 上來這邊 第三個 上面就是神社嗎 為什麼在中和有海山神社 海山明明在哪裡 板橋 對 為什麼 我剛剛查了 因為他說板橋那時候沒地方 所以蓋到這裡了 那時候板橋跟中和是合在 海山峻的中和莊 中和莊 板橋街上找不到適合的地方 沒有那麼大地方蓋神社了 對 所以就搬來中和這邊 板橋從以前人就很多 人就很多 所以大家知道板橋是全台灣 人最多的一個鄉鎮嗎 最密 幾、幾十萬人 五十萬以上 五十萬耶 三百 так 我們家也才双少二十幾萬人 你們的板橋就有我們的The Double 上來之後發現什麼都沒有 市民活動中心 這邊其實是不錯 雖然只剩下這個 但他還有把它框起來 保護他耶 就根本就覺得 不知道什麼東西 哦沒有這是古蹟好不好 才有把它封起來 然後它這邊有做洞洞 洞洞是怎麼樣?它通風 不然你這樣感覺會更容易壞 它只是幫它遮魚 它兩邊都有流 這應該是第三 已經是第三座鳥居了 然後上來這邊 後面這邊就是原本的主店 現在已經變成市民的活動中心了 什麼都沒有了 什麼都沒有了 就階梯吧 就階梯 所以這一段還有感覺 這一段 不過很有心這邊還立了一個告示牌 這邊有寫 它以前是拜這個明治天皇 還有那個大吉 過一命還有能久親王 我看到他們殘雞真的覺得 大台北地區秤土秤雞 沒有辦法保留太多古雞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可以留到最後這一小段還不錯 什麼東西都沒了 我們再去繼續找 繼續看 對繼續找 我看有沒有找到一些 日本的感覺 比較完整 來繼續找 走 沒想到就在我們士林區的劍潭捷運站 超高經過耶 這我們經過大概3000多遍吧 對 原來這邊有個神社耶 這也是圓山水神社 在這個自來水這邊進來就對了 很近耶 這邊就算坐捷運站 然後走過來 捷運站下來 要10分鐘而已 看到了 水神社 哇 哇 Water God Sha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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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山水神社是1938年就弄了 好 蓋了 83年的歷史啦 好 就這樣走進來 欸 這邊還警告你喔 這個山區有野蜂 野狗 毒蛇出落 你這樣講一講還敢上去嗎 怎麼去神社危機重重的感覺 哎呀 胎橫上街旅草色路年輕啊 胎橫上街旅草色路年輕啊 胎橫上街旅草意不錯 欸這想不到在台北市區耶 恍如隔世啊 就差一條大馬路 這邊恍如隔世 這樣看下去心曠神怡耶 不說還以為來到溪頭耶 還是阿里山 真名可樂 還沒到還沒到 我們大概只爬了大概三分鐘而已 這邊活水頭 這是以前的這個自來水道啦 哇 我覺得這邊跟著指標走都不錯 上面整理的很不錯 而且他的路都鋪得很平 欸 我們上去看那是什麼 他看那裡是什麼 喔沒有一片草原 沒有什麼 哇 喔看到了看到了 好像到了什麼荒山野林 其實我們也才走了大概五分鐘而已 阿登鳥居已經不在了 這個碑還在啊 喔圓山水神社的碑還在耶 後面有刻耶 昭和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四月二十七日 欸根據你第一集講的那個要點 它這應該要被磨掉啊 對 我覺得這應該重新刻的啦 什麼 加一下 日人的 比較不好以來 有可能 所以保存的還不錯 它是什麼色 它色格比較低一點 它就色 還不是無隔色喔 色 私人的色 因為水公司是自己蓋的嘛 所以可能沒有被發現 對 這邊的奉獻就是水稻客 縣葉園 還不是奉獻哪個心靈的耶 對 你自己說這個 對 這還在耶 洗手的耶 但它不是手洗色 它只是一個進水池而已 所以我就這樣洗手 就這樣洗手耶 但你現在不要洗裡面 先登革熱 這邊就是日志時代的水公司啊 它自己掏錢蓋的 它一方面呢 它是要這個祈求這個神明啊 保佑平安嘛 那一方面要祈祀亡靈 輔慰亡靈 就是在蓋這邊有很多犧牲者 真的假的 對 所以也是一方面在輔慰亡靈啊 破犬剩一隻 來來 上面看 現在破犬本來有兩隻 好 在2017年有被破壞 這邊被破壞過 剩一剩一隻 這邊有解說耶 這好新喔 2017年8月14 遭人破壞 主店柱子有被塗鴉 但已經弄好了 然後這邊 破犬遺失了 遺失了 可惜啦 可以免懷啦 可惜可惜 來科普一下 阿不見了 左邊的是 摩 右邊是阿 阿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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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我們這個自來水公司整修過後 這邊就拜大禹 蛤? 大禹水的大禹 不是 Raining啊 真的很有感覺 很像就是在日本鄉下 那種小神社 古老的神社 對 注意喔 在那邊已經市定古蹟了 不用亂破壞 不能再亂破壞了 告示有說要發多少錢 最高兩千萬 五十萬到兩千萬不要亂破壞 不要說 來拍照點就在這邊 這邊拍起來就非常像在那種 日本鄉下那種小神社 想不到的就是在台北的市區阿 來來這個破全很有感覺 就在這裡 就在這裡 剛好破全了 有沒有 然後下面有石燈籠 就在這裡 走在零星巴羅 零星巴羅 這好多打歌 真的 怎麼樣來 林森北 唱一下林森北路不行是不是 可以呀可以 林森北路這邊的林森公園喔 有鳥居 什麼 有鳥居 在這裡也有 在這裡 就在這個地方 這邊就有那個信息秀 他在電源旁邊這邊 這個公園 我跟你講這邊厲害喔 鳥居保存下來了 來 我們先拍照就對了 鳥居 這不就很有感覺 剛好有一個鳥居 然後後面這個樹 拍起來 這裡就有日本的感覺了 沒有 那這邊其實不是神社 你知道什麼嗎 是什麼 它我們第七代的台灣總督 明石元二郎的墓 所以它原本是站在這裡 原本站在這邊 後來好像搬走了 搬到好像三隻是不是 鳥居後來也有搬遷 然後又再移回來 因為這邊以前是那個康樂里 後來拆遷 這又是另外一段故事 很難得會有墳墓 然後有鳥居的 對啊為什麼 可能是總督啦 而且這位總督喔 是歷任日本總督以來 唯一葬在台灣的 來不及回去 可能來不及回去 死在台灣 哈哈哈哈 日本第七任駐台灣總督 任內以規劃日月 潭水力發電事業 及創立台灣電力諸事會社 為主要業績 1919年 因工搭船從台灣 前往日本的航行途中 在海上染病 當時留下遺言 若自己身體有什麼萬一 務必葬在台灣 之後於故鄉福剛逝世 享年55歲 以鼓特地移至台灣 降於台北 三板橋的日本人公共墓地 這邊真的是 台北很少看到 這樣的鳥居耶 這邊應該是有刻一些那些 那些字 還是這裡啊 被黏了一個奇怪的東西 全部都塗掉了 全部都塗掉了 它有曾經移到228公園 然後又再移回來 所以 長不太一樣了 但這個不是神社 對 牠只是牧種 牧種牧種 牠是保留的很好 好我們前往下一個 這一站來到了北投神社 怎麼變這樣 跟歷史照片差有點多 對 北投神社現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凱達荷蘭文化館 就是文化原住民國務館 國務館的這邊 這裡很早 這邊就是北投的圖書館 然後北投溫泉國務館就在這邊 這邊是觀光區 北投神社1930年 就正座啦 好 91年的歷史囉 那聽說 牠的後面好像有一點東西 不知道有沒有 我們進去看看好不好 就說這邊是 剛才文化館的旁邊 北投兒童樂園 這其實就是一個公園啦 這邊 聽說也是神社的一部分 牠的參拜道 參拜道 這邊就很像 然後這個就階梯上去嘛 然後上面 然後現在變成 溜滑梯 完全沒有違和 那你都什麼都不剩了啦 對啊 沒有東西啦 可能就只剩下這些樓梯而已 那些文物什麼的都已經不見了 上來這邊也就是一個休息的地方而已啦 小朋友玩沙的地方 我覺得有點比較像一點 比較像 比較像一點 我們沿著這個文化館的左邊這邊上來 有沒有 然後查到資料說 應該就是這樣走上來 這裡 就是啦 好不好 雜草重生的這邊 然後看一下 還真的有耶 水泥柱 上面有留下一些水泥柱啊 然後斷圓什麼的 如果有人真的知道的 有沒有 對有沒有北投當地的居民 居民 可能老北投人的阿公 可能會知道這裡以前 是不是有一個神社都沒有 因為我們查到資料然後再來看 裡面是有一些東西 真的有 但也上不去 北投神社唯一還有留下來的東西 好像是有一堆破拳還有留著 聽說是在義仙國小 被搬到義仙國小 去找找 去找找 感動 感動 找到了 找到北投神社唯一留下來的 兩隻破拳 一堆破拳 義仙國小裡面 對 保存得很不錯耶 對 保存得很不錯耶 因為他原本我們查一下那個記者 他已經被塗成藍色了 然後有一點壞掉什麼的 然後仔細看還是有一點 他現在把它弄成原來的樣子 水泥的樣子 本來是擺在校門外面 然後被破壞掉 然後這邊這個尾巴 看這個尾巴就是修復過的 他長得不太一樣 材質不太一樣 但是還是蠻像的 不仔細看 還看不出來有修復的樣子 算是代替這個北投神社 留下來 在這邊守護著當地的孩子 唉唷 小朋友應該不知道喔 應該不知道 不知道喔 這已經九十幾年的破拳了喔 可睡在這邊念書的小朋友 說不定也不知道 可能不知道喔 有沒有義仙國小的同學 想要不要留言一下 喔 這已經九十幾年了喔 哇 喔 你各位啊 掌聲鼓勵 我們最後一站來到全台灣 台灣當時日智時代最指標性的 台灣神工 決定 沒錯我現在保存非常完整 長得跟圓山飯店非常的神勢啊 就是圓山飯店 它就是圓山飯店喔 對啦 這邊就是原本在1901年 120年前第一代的台灣神工 然後有毀掉喔 第二代才搬到下面 現在其實也還是在圓山聯誼會的下面那一邊 嗯 但你知道它有多大嗎 有多大有多大 它到大直耶 對 在台北人都知道這個 這算是劍潭山啦 對 劍潭山就是劍潭的這一側 到大直的那一側 都是台灣神工 都是台灣神工 所以到時候 那時候你參拜是要幾個小時耶 而且這個地理位置非常的好 如果當遠的話 因為這邊都沒有高樓大廈 你俯看整個台北盆地 難怪是首區一直最厲害的神社 神社它位置都會在那種風景很好的地方 比較高的位置 就是神嘛 然後比較高的樣子 對 但原本台灣神工已經被摧毀殆盡了 已經被拆光光了 嗯 這麼大莊漂亮嗎 哪一個拆你啊 不拆誰 那它最有趣的是 它的那些遺址一些東西啊 太分散在台北各地 因為我覺得應該也是它是神明的東西 所以大家不會亂亂弄 破壞 就覺得那弄壞好像怪怪的 對 鬼怪的 我們就來尋找 好找找看 他講那七龍珠的感覺有沒有 那時候是拜那種能久親王開拓三神 一樣拜這些東西 看人們都收集7個之後 馬上就召喚出來啊 九龍珠 那我們要去一塊獎人王嗎 可以了就在這邊 第一顆龍珠找到了 這麼近下來而已 就在這個飯店前面 這兩個是石獅子又不是破拳 這是台灣第十三任總督 石總鷹帳那時候奉獻的 那上面已經都沒有刻任何的文字 應該都被磨掉了 這邊這一對 這邊拍照非常有氣勢 很美耶 你就前景用石獅子拿這樣拍照 非常有氣勢 第二顆龍珠找到 有那麼近 就在旁邊而已 這原本就是台灣神購那個碑 大家現在已經變成看得懂嗎 余宥任寫了草書看得懂嗎 劍坦聖姬啊 哎呀沒有學術吧 這個很像台電 台電大樓什麼東西 這就是以前的那個碑嘛 台灣神購那個碑也被保留下來 只是被蓋上了這個東西啦 當然是在旁邊看得到 第二顆龍珠找到了 你看看這個view 哎呦 真的很美 哎呦很美 今天我們剛好天氣好 然後下面就是圓山的聯誼會 就是第二代的台灣神宮就在這邊 一代在這邊 二代就在這邊 超大 真的超大 然後現在這邊看過去就是 大直內湖那邊 然後看到東區信義區 101就在這邊 太美了 這裡的位置真的很好 太美了 聯誼會下面也是有龍珠可以尋找 走 第三顆龍珠 我們來到圓山聯誼會這邊 就在庭廠這邊 對 這看起來這個燈座好像很新潮啊 蠻現代化的 沒有啊 其實只有這個是原本燈籠的座而已 石座 石燈籠的座而已 這本來是木頭 哦本來是木頭是不是 對 然後可能壞了吧 結果還要弄成這樣 然後上面就變成一個燈 這樣搭起來 會以為是原本是一體的耶 對啊 那顏色花色長得一樣 這復原的還不錯哦 但我們要特別介紹一下 圓山聯誼會 這是什麼神秘組織呢 我們現在被隔在圍牆外 因為我們不是會員進不去 不得其門而入啊 但可以看到裡面 就是第二代神功的那個階梯 在這邊才保留著 一上來就是第二代的主店 就在這邊啊 那現在就是聯誼會的這個餐廳啦 那下面就有游泳池啦 網球場啦 那怎麼樣才可以進去呢 來我來跟各位介紹 是是是 要怎麼樣才能進去呢 首先你可以買長期的會員 長期會員一輩子通用 不限多少 大概幾百塊幾千塊 那會費大概只要四十萬就好 四十萬 那另外你還要有四十萬 一個人四十萬 一個人嗎 因為他是家庭 所以你跟配偶跟子女可以 我老婆跟小朋友可以 我爸媽還不行 爸媽不行 要配偶 小孩子還要餵馬二十五歲 然後你要儲值十五萬在裡面 所以你要報五十五萬就可以進去 不要長期我偶爾進去這樣 第二種選擇是你買二十五年 我二十五年內可以進去 多少 那陸會費就是二十四萬 跟胡子金十五萬 大家還沒玩喔 還有一個月費 月費 月費大概是五千九百多塊一個月 陸會費是陸會費 我陸會費腳我還在腳 月費 管理費啦 管理費 那我不要買到二十年了 有沒有再便宜一點的選擇 有一年的 一年一年一年 一年一年一年 一年內 一年十二萬 二十年二十四萬 那當然要買二十年啊 那有單次單次消費嗎 沒有 沒有了 最少你就是要買一年 只要十二萬 那十二萬還是要再儲值嗎 要儲值六萬 還是要儲值六萬 然後還是要繳月費 還是要繳月費 哇 難怪這一般youtuber是拍不到的 久妹來拍看看好不好 許願的久妹 我希望久妹可以來 我一定會去看 所以裡面的人不得了 吃盡吃盡吃盡 第四顆龍珠 我們來到這個圓山下面了 舊兒童樂園這一邊 非常好找 我跟你講 這邊就是中漢北路嘛 對 然後派出所 派出所這邊 然後咧 這邊就是派出所 旁邊這樣走過來 這邊是以前的那個 昨日世界區 一進來就看到了 就那麼近 就這麼好找 不愧是我們台灣神宮的石灘龍 哇 超大啦 他說他其實更高 原始 他下面 台湾一截不見了 所以我們看那個歷史資料這樣 表餐的一整排 就是這麼大的 這應該有 兩百多公分喔 不只吧 差不多兩個年 我一百八嘛 我現在那有三百六喔 全台灣就剩下這麼一個 然後也是全台灣最大 對 全台灣最大 也是台灣神宮留下的最後一個 上面名字都刻的 不錯耶 都寶座不錯的 那個年份已經被塗掉了 年份被塗改掉了 這隨便拍照就可以騙人家來到日本了 這麼大林在日本都非常的少見 他們就是老樹 然後就是個超大的石灘龍 就要在拍照就有感覺了 第五顆龍樹來了 來啦 破犬 也是超大的 這兩隻破犬我大概經過有700次 因為這個就是中山北路嘛 這個我們幾乎每個禮拜一定會經過一次 對 就在青年活動中心對面這裡 這兩個破犬是台灣神宮留下來的 很大耶 它有170公分耶 加底座啦 對啊 台灣神宮的東西特別大 剛才大的石灘龍 現在大的破犬 而且它是從日本做好 然後運過來的 喔 搞缸 真的很搞缸 這也是我們看到目前為止最大 然後保存最好 也最漂亮的一對破犬 破犬 還以為人家沖繩有沒有感覺 人家這邊剛好有棕魚樹 對 這邊都是水馬龍 哈哈哈哈 一秒到沖繩 來到了望華龍山寺來找大谷 好 好 真的 很大 就在這邊 這邊是地下街這邊 龍山地下街這邊 有展這個大谷 我本來以為這樣子而已 沒有沒有 我本來以為會這樣子而已 沒有沒有 這顆據說也已經99年了 這顆好像不是台灣神宮那時候搬過來的 喔真的啊 對現在的那一顆被封在龍山寺的古樓裡面 正在使用 對 只有除夕的時候才拿出來敲而已 打開這樣 現在可以看到這一顆 但歷史也差不多悠久 嗯 Ladies and Gentlemen 第七顆神龍找到 喔 那我來這個 就在我們原山的這個 金龍廳這邊 就在這裡 好不好 我跟你講厲害喔 我們特別留到第七顆來 接到他 他也是有厲害的 台灣神宮 第一代的台灣神宮 他的本殿就在這個位置 就是這個位置 就是這個位置 喔 第一代神宮那個附近 你被戰火炮彈吸引 對啊被弄 整個炸爛 但這個金龍還是留下來 完全沒有被炸爛 那他本來不是金色 是銅 銅色 然後改裝把它鍍金 把它吸成金色 特別有氣勢 你看看 我們成功召喚的七顆龍豬 成功召喚神龍 成功召喚 有許願嗎 我們繼續收集 好不好 因為資料有查到 他原本神宮裡面 有一對銅牛 是這個滿洲國跟這個日商 神宮 捐贈的 現在被搬來這裡了 台灣博物館 我們國立台灣博物館的門口 那兩對頭牛 原本是在台灣神宮 以前有經過過 阿沒有覺得 不知道 欸我擺兩頭牛幹嘛 對啊為什麼要擺兩頭牛 台灣神宮 留下來的 接下來來到旁邊 228豐原這邊 對 這邊還有一對石獅子 也是台灣神宮來的 就在這裡 石獅子 石獅子喔 這是之前板橋林家 奉納給台灣神宮的石獅子 就在這裡 其實很好找 我們就找那個 228福德宮 那個極公浩義的牌坊下面 在這邊來看 已經都被塗掉了 它下面很中國耶 它就完全中國式的石獅子啦 對啊 就在這裡啦 也是台灣神宮搬來的 結束精彩 台北也拍完了 台北的也是滿精彩的 台北留下來真的就比較少一點 真的都是殘跡 殘跡 斷圓殘壁 然後剩下一點點 不過保存算最完整 應該是那個最小的 就是一個 原山水 它可能在山上的 而且它比較算私人一點 比較私人一點 所以比較沒有被拆到 有點可惜 但還是保存了一些很有趣的東西 但我覺得台灣神社也是真的滿酷的 台灣神宮 對台灣神宮 台灣神宮 對它雖然被拆掉 拆光光 但它被留在各個地方 各個地方都還有 註解說 這是台灣神宮留下來的 對 然後沒有好好把它就是 整理 對整理出來 尤其是那個最大的石燈籠 哇 真的是大開我眼界 我們去用的都日本 真的很少見到這麼大的燈籠 很少耶我想不到 對 有機會大家可以拍拍照 然後如果在台北的話 不一定要去逛街啊 可以來找找神社也不錯啊 以上就是我們的 台北的神社系列 我們前幾個都很多很專業的那種 神社的 研究 研究員學者 或者是很有研究的 很有興趣的那些的人 幫我們來做一些助解 補充 對 如果我們有什麼講錯的 還是大家有些要補充的 對 歡迎在下面幫我們補充說明 好不好 我們就下一個 縣市的神社再見 再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